你敢相信吗 当凤凰传奇的广场舞音乐 换了一种打开方式 用交响乐团来演奏 音乐一想直接傻眼 到底什么叫俗什么叫雅 倒是一时分不清了 尽管认为自己对 《最炫民族风》这首歌 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当它转换成交响乐模式 不多听一会儿 还真的没反应过来 明明印象中 这首歌已经跟 广场舞大爷大妈 紧密相连了 看来还是我的见识太短了 刻板印象真的要不得 你敢信吗 荷塘乐色居然会因为钢琴的融入 突然高级了一大截吗 虽然之前也不错 但确实不太着年轻人喜欢 如今交响乐团一插手 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在听前一分半的时候还在疑惑 这是什么曲子啊 怎么这么辉煌大气 还有种穿越星际的感觉 结果越听越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疯狂传奇的月亮之上吗 到底是谁告诉他们可以这样演奏的 史诗感也太重了吧 干脆改名叫做月球保卫战吧 这不妥妥的挖机变战舰吗 相比起其他几首的庄重感 这首明显要活泼一些嘛 虽然高潮部分还是能跟着唱出自由飞翔的曲点 但是不穿个碗礼服 估计连原唱都不敢轻易上台了 我和草原有个月底 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歌 一看有码头情注针 就知道这首歌一定跟草原有关系 听了半天才听出来 原来这是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呢 码头情的声音悠扬辽阔 没想到跟西月也能这么搭 两者相辅相成 越听越庄重 不不自觉就想把衣柜里的西装拿出来穿上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声音悠扬辽阳传奇版的吉祥如意 原本就很有民族风情 变换成交响乐演奏 原本以为会不仰不忠的 没想到却意外的合适 有中式的味道 也有西式的融合 还多了一点历史感 只能说了音乐太有包容性了吧 不管怎样融合 都能给听众带来惊喜 另外以上几首交响乐演奏 你还记得凤凰传奇的原曲是怎么唱的吗